枸杞留大药理工校,明代理师真道本草钢木,记载,春采枸杞叶,明天金草,夏采花,明长生草,秋彩子,明枸杞子,东采根,明地骨皮,中药采枸杞为茄克落叶灌木植物,明夏枸杞的成熟干燥果实,主要产于明夏,甘肃,青海,枸杞是建于神龙本草精,枸杞干皮滋润,可以滋补干肾, 枸杞,明墓,强精湖,也可以问肺,被列为养生中的上品,枸杞子有养肝,滋涩,不确安身,真心止渴,准备止渴的功效,临床上,枸杞多肺乳用于改善趋劳金婚,腰气酸通,炙郁耳鸣,腰尾一经,血细胃黄,不合不明等症状,延缓衰老,枸杞子自不就是资本养人的上品,又延衰藏老的功效, 所以又明确老子,枸杞中的维生素C含量比橙子高,贝贼胡萝卜素含量比胡萝卜高,铁含量比牛排还高,美白养颜,对于女性而言,常吃枸杞还可以起到美白养颜的功效, 酿杆鸣木,枸杞性肝,瓶,硅杆圣经,具有滋骨干肾,酿杆鸣木的功效,肠鱼熟地,菊花,山药,山鱼肉等药铜肉,不需生精,枸杞全身都是宝,枸杞子能不需生精,又来入药或泡茶,泡酒,炖汤,如能经常饮用,便可强身健体, 一癌防瓦,枸杞对皮瓦白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,可用于防止癌细胞的扩散和增强人体的秘义功能,干嚼枸杞,对枸杞子中,营养充分的吸收会更加充分,更有利于发昏枸杞的保健效果,枸杞养争的误区阴需人群吃意上火,在夏季的时候,还有阴需体质的人,应该注意枸杞的用量,因为枸杞性肝,温和, 肉量过度能造成上火,尤其是生吃时更应减少用量,枸杞吃越多效果越好,枸杞子适合体质虚弱,比抗力杀的人服用,但服用过程,一定要长期坚持,每天吃一点,才能减效。 枸杞子还甜菜质,氨基酸,胡萝卜素,雷生素B1,B2,C,钙,0,铁等成分,对人体健康有益,但是要注意把握用量,过量使用枸杞子会使人伤活,流鼻血,甚至造成眼睛红胀不舒服的,存在这些症状,不适合吃枸杞。 由于枸杞子,温热身体的效果相当强,患有高血压,性情太过急躁的人,或频率大量摄取肉类,导致面淡红红,正在感冒发伤,身体有炎症,腹瀉的人最好别吃,中医告诉你枸杞的正确用法。 中医,很早就有枸杞养生的说法,常吃枸杞能煎筋骨,轻生不老,耐寒熟,所以枸杞常被当作滋补调养和抗衰老,提高免疫力的良药,对于现代人枸杞最实用的功效,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,对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,具有一定疗效。 其用法不是只有泡水一种,搭配其他食材效果更佳,草龙猪蜜之枸杞子,处方,枸杞子,龙眼肉-20克,葡萄-50克,蜂蜜20克,菠萝200克,以上各种用精水冲净,入小碗下蜂蜜及适量水,入蒸笼蒸20分钟。 工效,长服,延年益寿,充实正气,不气洋血,勾起琵琶膏,处方,勾起子,琵琶过,黑芝麻,陶人各50克,蜂蜜适量,将琵琶过,陶人切碎,勾起子,黑芝麻洗净加水浸泡放入锅内,大火烧沸,小火熬煮20分钟,时间之一次,加水再煮共取液三次,克并尖液, 用小火浓缩制高,加一倍分量的密集成,冷却装瓶带用,功效,易费甚不虚,平喘可遇润脏,用于晚期肺癌虚弱,体质软弱患者,枸杞红枣,处方,大枣10克,枸杞8克,冰糖,做法,大枣,枸杞,一起放入茶壶里,加入适量的冰糖,然后加入热水,盖上茶壶盖子,用5分钟左右热出味道后, 即可倒出饮用,功效,是面色红润,继续,美容,皮肤白嫩,有光泽,枸杞蒸蛋,材料,枸杞20克,鸡蛋两个,做法,枸杞起进放入碗中备用,将鸡蛋打入碗中,与枸杞调匀,蒸熟即可食用,功效,中老年人多吃枸杞鸡蛋羹,可延缓势力衰退, 防止花眼,专家简介,唐国顺,门诊时间,周一下午,朱鹏伟,门诊时间,周二上午,周三上午,周四晚上,话号,语言,问一,敬请关注公号,上海市中一门信管门转步,上海市中一门信管门转步,地址, 上海黄埔区,瑞金二路,156号,交通路线,公交17路,24路,41路,94路,104路,128路的,轨道交通9号线搭步桥站,话号时间,周一至周日每天几点30分,11点13点,16点,周四夜门诊16点,18点30分,门诊咨询电话,64371505,主编随影,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